华为其实是国有企业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0日 美国之音报道 最近一份针对华为所有制的调查报告指出 华为称其为员工股份所有制的说法 站不住脚 目前的公开资料 无法说明该公司的所有者是谁 并很有可能是中国政府 在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中心 人们可以查到华为的股权结构 华为只有两个股东 任正非拥有股权约1% 剩余99% 全部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简称工会持有 这份由著名中国法律专家 乔治华盛顿大学 法学教授郭丹青 和越南副部赖特大学教授 鲍尔丁联合发布的报告说 工会决策层并不是由员工决定的 恰恰相反 工会的层级结构 能够一层层追溯到中华全国总工会 而这个组织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 根据金融时报在2014年的一份报道 华为深圳总部有一间铺着灰色地毯的密室 这里有十本册子能够解开这个答案 这十本册子里记录着华为大约8万名员工的姓名 身份证号和其他信息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版本 华为说 这些人通过虚拟股份 拥有华为99%的股份 这篇调查报告说 华为并不是真正的员工股份所有制 原因是 华为员工对于工会的决定 没有任何话语权 华为公司对员工出售虚拟股权 这是一种 华为单方面认可的员工股权 不是法律上 员工具有所有权的股权 虚拟股权 让员工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分红 但是没有所有权 表决权 也不能够转让和出售 在员工离开华为时 股票只能够由工会回购 由此逻辑 该报告得出结论 即华为并不是真正的员工持股股份所有制 华为公司周三驳斥了这篇报告 并说两位学者 基于不可信赖的消息来源和猜测 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 得出了完全不实的结论 华为公司说 工会通过代表委员会来执行股东权力 并说工会代表是有有权投票的持股员工选出的 他们不必对任何国家机构或政党报告 他们也从未被要求这样做 华为说 华为是一家由员工持股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 早在2003年 华为两位资深员工曾经将该公司告上法庭 理由是 华为不是以每股净资产价格回购股票 当时广东省高院判定 按照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只限于发起股东 所以大多数员工股东并未在工商部门记名登记 所以 华为工会的持股数仅仅是华为与员工之间的合同 这次判决意味着 华为员工与公司之间只是合同关系 而非股东与公司的关系 华为员工手中的股票 与法律定义的股权并不相同 员工不是股东 只是享有某种意义的合同利益 而不是股权 报告说 华为的股东不是该公司员工 而是工会 而这类组织是由共产党控制的 如果华为99%的股权 由工会所有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家公司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家国有企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陈明尔可能有机会回到习近平身边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0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高兴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介绍了 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之后 前后去过三次重庆 每次前往的直接墓地 都是在为市委书记站台捧场 撑腰打气 第一位是 60年前就在中南海里 嘲笑过他习近平是鼻涕虫 令他习近平自幼敬畏 在主政重庆时一度因强力推行唱红打黑专项行动 而与习近平志同道合的薄熙来 第二位是被习近平当面夸赞 这里大有希望 连当时的中共官媒都已经暗示 即将成为李克强总理接班人的孙政才 第三位就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出身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曾被人民日报特别发文 向世人提醒 是仅有的三位60后省委书记之一 被习近平抢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即安排接掌重庆市委的陈敏尔 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开国之后 网名草记的前上海某大学教授发推评论到 习近平的之江新军如陈敏尔 蔡奇等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学历差 能力差 但吹捧能力一流 且对习近平十分忠诚 十九大这些人上位后 中国无疑将形成一个习近平说了算的强权政治和独裁专制体制 不要期望习近平会通过经济发展 推动政治改革 对习近平来说 维持权力和统治比什么都重要 所谓新常态论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陈敏尔被提拔为重庆市委书记 不奇怪 包子就喜欢这种小人 记得2010年 央视李小萌乘飞机评累积点数 换到了头等舱依靠窗位置 登机后发现已被一男子所站 虽上前告知 但该男子闪烁其词 坚持不肯让座 还傲慢地问 你想靠窗还是怎么 连空姐都不敢让其换位 该男子就是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陈敏尔 一位当年在浙江省委工作的人士曾透露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最高职务是 省行政一把手 省委二把手 自然不敢在省委机关报上开设自己的专栏 到浙江之后 省委机关报的首要功能就要围绕他 这位省委一把手来进行了 在省委机关报上为自己开设专栏的念头 可能开始是出自习近平本人 但之江新宇的专栏题目都是被习近平改采纳的 陈敏尔建议 中等师范专科学校 中文系毕业的陈敏尔进入中共政坛之后的第一份职务 是地方党校的理论教员 此后成为基层地方党委的宣传部长 接下来 凭此资历和专业 被人送外号小德章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 提拔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社长和党委书记 两年之后 又被提为省委宣传部长 2002年6月 在自己已经被内定 进入16届中央政治局之后 张德江又抓紧把陈敏尔安排 进入了省委常委会 并在与习近平接班时 向习近平重点推荐了陈敏尔的理论工作水平和文字工作能力 习近平刚刚入主江浙时的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也曾担任过江浙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兼社长及总编辑张希 在习近平手下被贬为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习近平继而提拔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李强 出任自己的省委秘书长 自此令自己身边形成李强脱靴 陈敏尔捧宴的局面 那位前浙江省委人士回忆说 当时省委办公厅里至少有部分人知道 习近平一开始希望自己在省委机关报上的专栏 就叫浙江新语 照陈敏尔商议时 陈敏尔斗胆建议 直接用浙江略显直白 不妨改用之江 并对习近平扫盲说 自古以来浙江省是应江得名 前唐江因为成之自行 古称之江也称浙江 习近平听罢 立刻面露喜悦之色 因为他感觉用浙江 肯定比直接用浙江 显得自己是位有文化的省委书记 至于所选用的笔名 哲星 据传也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 陈敏尔为习近平取的 说是哲 即是浙江的这字的谐音 又取了哲理之意 心是心里的心字的同音 又取了欣然 欣赏和欣欣向荣之意 寓意浙江省从今日后 就会在习近平同志的英明领导下 欣欣向荣 百姓欢欣 官员欣佩 中央欣慰 听得习近平那叫一个高兴 习近平登基之后 节级出版的之江新宇 被中共官媒介绍说 该书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浙江日报上写的专栏文章集 共232篇文章 外界评论中有这232篇事实上全是陈敏尔捉刀带笔者的说法 而前述当年的浙江省委人士则认为该专栏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还是习近平的点子在先 往往都是习近平在某个公开场合或者内部会议上说了某句较有新意或者被视为重要的话 陈敏尔即会亲自下笔或者组织手下将习书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扩展为几百字的短文 四年多时间下来积累的这200多篇短文 日后变成了王沪宁炮制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 本专栏在数年前刊登的王沪宁急于让全世界相信习近平思想的专利权 属于习近平本人一文中即已经介绍过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时 王沪宁到场讲话 外界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虽然也引述了王沪宁的原话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但全都没有关注到这原创性三个字的关键意涵 2017年王沪宁为习近平起草 19大报告和主持进行19大党章修改讨案时 显然是要令习近平和江泽民 胡锦涛甚至和邓小平之间都要有显著不同的问题上 煞费了一番苦心 概括一下就是毛和邓的思想也好 理论也好 都是以他们本人的名字命名的 而且他们的思想也好 理论也好 都是创立出来的 将胡时期的思想和观点 一是没有被冠上他们本人的名字 二是他们主政时期的思想也好 观点也好 都只是形成的 而不是创立的 按照百度百科的语会解释 形成一词在某种情况下和产生同意 只通过一种或多种事物的发展变化 而导致另一种或多种事物产生或者变化的某种情况 创立则是只出见首次建立 所以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应该非常明白 无论是将时其产生的三个代表 还是胡时其产生的科学发展观 都不过是毛思想和邓理论的衍生物不能自成体系 而习思想则不然 他和毛思想邓理论一样 是首次建立起来的自成体系的 王沪宁主持修订的十九大党章中 令习近平区别于江 胡甚至区别于毛 邓的另外一处表述是 如上次人所代表的 他们执政期间创立和形成的理论 无论是否以他们个人的名字命名 都被统一表述为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习近平的理论成果 则被表述为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 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首先是加了人民二字 其次是加了实践经验四个字 处处都要显示出 习近平的与钱不同 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如此煞费苦心 王沪宁为习近平所立下的 更重要 更关键的一公式 先向党内 后向党外 及整个世界 郑重提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专利 不属于他王沪宁 更不属于党内的任何人 而是属于习近平自己 而王沪宁 在为习近平 立下如此汉马功劳 的整个过程中 所有辅助者中 最重要者并非是当时的中央理论和宣传部门的某个人 而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 陈敏尔 中共十九大闭幕后的第三天 一篇题目为新毛派习近平不是毛泽东第二的报道文章 第一时间被中国大陆境外的华文媒体竞相转发 文中说毛左代表人物之一司马南在评论席时有如下表示 承认习近平是强势领导人 承认他是毛之后的权力最大的领袖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标题中应有之意 但是注意一下 他说了多少东西 写了多少东西 会见了多少人 他哪还有睡觉时间 司马南如此提醒外界注意 无疑是在暗讽习近平写的那些东西肯定不是自己写的 道理在于他习近平那忙碌的身影都是建筑报端和电视新闻的 无论是会见还是出访 无论是出席会议还是亲自发表重要讲话 肯定都不是安排的替身 那么如此繁忙的公务之余 他还要写出那么多东西 包括在在数不清的会议上发表的无数次重要讲话的讲话稿 如果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的话 他就真是没有睡觉的时间了 司马南说这番话时 说不定是回想起了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 把通商宽农念成了通商宽一 如果讲话稿是自己亲自写就 其中的旁征博影也都是源于自己既有学士 没有半点可能会出现如此口误 其实无论是司马南还是中共内部人士 没有人不会怀疑日理万机的习近平 怎么再可能有多余的时间去亲自完成 那多大数量的重要讲话文稿 中共官方媒体已经报道 在筹备召开十九大的那段时间里 重要人士安排 无论是提拔 晋升 留任 还是退位 降级 打发回家的 全部都是由他习近平亲自一一谈话 而且还要为这些重要人士安排 亲自登门 向退位元老们挨个通报解释 求得支持 仅这一项就要花费他多少时间 虽然中共官方报道中已经说明十九大的人士和理论 两大筹备部分都是习近平亲自领导 但事实上是人士习近平亲自抓理论交给王沪宁主持作 当十九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草案都完成之后 王沪宁又起草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通知 在一次刻意向全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领导全党全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实践中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十九大闭幕后数天随着十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相继正式对外播发 使命完成之余 王沪宁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从幕僚到官僚的华丽转身 王沪宁由副国籍晋升正国籍了 与此同时如果陈敏尔不获得及时提升的话相信连王沪宁都会称怪习近平 于是陈敏尔也和当年在浙江省委一同侍奉习近平的李强一起进入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1959年出生的李强比陈敏尔年长一岁双双都在未来的中共二十大召开时仍属年富力强者 我们下篇文章所要介绍和分析的主要内容就是曾经在浙江省委扮演过为习近平脱靴 和彭燕角色的陈敏尔和李强谁更可能在二十大上回到习近平身边重操就业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只能效忠一党 中国社会信用系统重点监督公务员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0日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以大数据为依托 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滴水不漏的公民信用监督体系 地方政府文件显示 公务员成为了这一监督机制 关注的重点人群 官方媒体说 这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诚信意识和政府的行政水平 但批评者担忧 这一监督网络是极权政治的体现 最终对社会有害 中国国务院2014年下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后 当局极力打造一个广布全国监督公民行为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 据官方媒体报道 已经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个人信用评价标准 中国各地出台的有关社会信用积分的方案中 很多将公务员列为关注的重点对象 公务员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个人行为都将成为讲成升迁的评估指标 福建泉州今年3月下发的泉州市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 说信用建设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进修课程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产生的荣誉表彰和违法违约违规及违反社会功德等信用信息 特别是在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 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都将纳入信用记录公务员的诚信档案将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讲成的依据 宁夏也对公务员在个人诚信体系中的信用信息作为考核、讲成和选拔任用的依据 官方媒体还说政府还把这一信用体系与曝光举报制度相结合 将向社会公开披露各级人民政府掌握的个人严重失信信息 鼓励市场主体对严重失信个人采取差别化服务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主任韩家平去年12月对《新京报》说 中国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实现信息透明 他说借助这一后发优势我国可以快速进步 美国作家、时政评论员张家敦认为 中国的信用评估体系对提高政府工作水平、惩戒腐败可能有某些正面作用 但整体来说对社会是有害的 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极权主义的事件 即使这对改变行为有好处也不值得这样做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用技术的极限来创造一个全方位的体系 所以这是极为危险的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韩家平说 中国正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做法 他说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实行信息透明 尤其是采集、查询、共享上的透明 但美国时政评论员张家敦说 美中两国的信用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他说这里其实没有可比性 因为中国的体系是全面、广泛的 当中国把各个不同的地方系统组织成为一个全国系统后 这将是世界上最广泛、最具雄心的个人数据搜集行动 张家敦还表示 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之一是 监督个人是否忠于中国共产党 他说这是把一人专制制度施加给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个做法是极为大胆的 规模也令人惊叹 这些都是科技所引起的 尤其是在对科技使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